看這一題 它說以致聲音在空氣中的傳播速度與溫度有關 0度C的時候是331公尺每秒 每升高1度C的話速度增加0.6公尺每秒 那麼聲速跟溫度的關係就有這個關係 這個大概是測試溫度 好,接下來推論錯誤的是哪一個? 我們看A選一下 溫度越高傳聲速度越快 這個對 這越大的話速度就越快 我們看B選項 溫度下降至0度C的時候 在0度C的時候聲速是331公尺 它說聲音就無法再傳遞了,這錯 C選項 如果聲速是340公尺 再不考慮其他因素下 聲速是340公尺 再不考慮其他因素下 可以推斷當時的溫度是15度C 這個是等於331加0.6T 所以T的話就等於多少 就是340-331 再除以多少? 除以0.6 上面這是9 上面這是9 所以用三約 0.2 3得6 3得9 所以是2分之30 所以是15度C 是5度C 所以這個選項是對的 好,再來我們看第一選項 他說這個溫度下降時溫度減少的話 傳聲速度將減少這個對 所以錯的只有B 所以答案選B 是1 3 3 4 4 4